馬虎寫完了 我們講協議之前 我再講立的分解好不好 這樣講立的分解好像中原 不是很有輕詞 不是很輕詞 很有概念 立的分解有講到向量 向量的相加跟向量的相解 有方向的量就是向量 比如說一個人 一個人從圓點出發 他面向 都走一個距離 他在向北走一個距離 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從紅走的多少 項鍊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人就像那人直接從遠點往這邊走的距離 可以這樣講 他先往東走的距離 再向北走的距離 我們可以說他是不是直接向東北走的距離是一樣的意思 一項鍊來講的話 這就叫做A加V等於C C A加V等於C 這是O 對不對 這樣子有沒有簡單的概念 有 有嗎 有 那同樣的角是一個物體 我對他試一個例 又另外有點像試一個例 給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從上面看 這個廖神佑 被我推了一把 又被成為推了一把 同時先推他 喜歡他往裡面跌倒 右上 他往這邊跌倒 是不是 跟這個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又要跌倒 是不是 雖然他是一樣的意思 當這個力 加上這個力的時候 他就等這個力 他瘦了一個力就是這個力 就是斜方向的力 再想一下 假的一個物體 瘦了一個方向這個力 這個方向的一個力 再瘦了一個方向這個力 兩個方向是 剛好180個槍盤 請問他 合一是多少 合一是0 沒有0 我畫不到 合一是6 幫我喝 這樣 這樣減 這樣減對不對 好 像那一次受了 這麼大的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怎麼來看這件事 所以 假的這個問題是可以這樣看 是相當於是 在一個 這條路標來講的話 我往這邊 是一個力 我往這邊 是一個力 所有的合力呢 等於 這個大小 那是什麼 像我假的把這條線 這麼平移的話 把這條線的尾巴移到這條線的頭 好 我把這條線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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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不用講了嗎 不是不是 我沒有說你也不用講了 所以你就不用聽了嗎 我可以 所以都會了嗎 都會了嗎 你們聽的時候順便聽 順便確認一下 還是你覺得搭配時間要做一個事情 我也沒時間要做什麼事情 那就聽一下好不好 輕輕一點就對了 OK 好 這有點困難喔 你可以先做訓練學習袋 把溫度在那裡做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次項鍊簡單的解釋 兩個項鍊加呢 你就是把它的平移當到尾巴 因為我們這樣舉個例子 我現在有一個項鍊是這樣的 再加一個正方向的項鍊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多大 這個頂到那個頂 會等於從這個頂到這個頂 這項鍊是這樣的 這樣沒有問題 沒有 字節 字語 你們太認真了吧 沒有 沒有問題的啊 OK 所以沒有問題 好 因為上一段講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你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我今天可以這樣講 任何一個例我們都可以把 分解成別的例所組合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喔 假設這個例 我現在看到這個 有一個問題 它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它是有這個方向的例 我可以說它是等於 這個例 加上哪個例 兩個箭頭的 加上這個例對不對 是吧 是 好 或者是我把這箭頭移過來 變成是 紅色兩個例 加起來紅白的這個例 是不是這樣 是 OK 好 那我們再想一下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斜面 會不會物體在上面 會不會物體在上面 好 它受了什麼力 摩托 正常來講受什麼力 往下跟往左 他受一個向下的重力 對 有向往左的力嗎 兩個力是往左 斜坡 斜坡會給它力嗎 斜坡會啊 會給它什麼力 滑斜 火銜的力啊 好了 沒有 正常來講 那裡面有受什麼力 某 但是斜坡會去得它有一個力 那 斜坡會給它一個支撐力 斜坡會給它一個支撐力 斜坡會給它指撐力往哪邊 往下 斜坡會給它支撐力往哪邊 往下 斜坡會給它一個支撐力往這邊 斜坡會給它一個支撐力 對不對 那 Transform Este addictive 是誰的板中力 事實上是物體的重力板中力 所以当这两个力 就是说我这个力是斜坡给它的一个反重力 这个物体受了一个重力 然后呢 它有平衡吗 力有没有平衡 这力有没有平衡 没有平衡 所以有哪个力没有被平衡掉 谁有你刚说的一个力 我们先不讨论摩擦 假设里面是滑形的力 滑形的力 往哪个方向 往下 往下对不对 所以说它会有一个力 往下的力没有出现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今天会的角度强 我们把重力去做分配 重力可以换成这个方向的力 跟一个垂直平面的力 可不可以 重力可以 你这两个红色力有相加吗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红色这个力呢 自然会被我的反重力抵消掉 我反对式的一个反重力抵消掉 这个力不会影响到我去 我不需要对它施力 我不需要对上它 可是我把它从下面推上来的时候 推到这个高度 我只要对它哪个力 对它 摩擦力 摩擦力 我们先跑路面跑来摩擦力 力是摩擦力 没有摩擦力 重力 我是不是要对它这个小的力就好了 嗯 对 是不是 因为重力已经被我分成两个力了嘛 我透过一个斜板的方式 把它分成一个垂直斜板 跟一个平行斜板的力 垂直斜板的力呢 摩擦力斜板去抵抗它 我就是去抵抗它 对 就好像站在这边 我会不会动 我如果这样很动 我没有觉得人推我 我会不会移动 我会不会移动 不会 为什么不会移动 因为没有力 我没有受力 你怎么站在这边有什么受力 有 我受哪几个力 我受第一心理 第一心理 第一心理还有咧 对对对对 所以地板 我受的重力 对我撕一个力 我会撕给地板一个力 所以地板会推有一个反向 反作力 那反作力恰好等于重力 所以我就停止 停在这边不动 我所受合力为力 所以现在前面是冠冰冰兽 请问一下这时候我们摩擦力 没有 有 有 有吗 有摩擦力 有 摩擦力 在哪边 没有 没有 我们受的摩擦力 没有 什么时候会出现摩擦力 你走多了 什么时候 摩擦力 通常在移动的时候 摩擦力 就是你在养物体之间 做一个相对的 移动的时候 才会出现摩擦力 譬如说 我现在想把这个肢脏 推动 我推的力量不够大的时候 我推不动 为什么推不动 因为摩擦力 因为摩擦力跟我抵消了 我势力越大 摩擦力越大 可以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动 到我的力量 到你的力量 到你的力量 OK 到我的力量 你刚才那边吸 它越吸得开 好了 那老师 那个 右边的红色尖头 可以有一点死吧 哪一个 这个 等一下 这个向下的力 应该是 正常的方式 往下的摩擦力 重力 对 那要重力 红色这个 红色这个是 它在这个方向的分力 分力 分力 对 等一下 等一下 它后面是归纳为正向 是因为 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的摩擦力的时候 它是垂直在里面 两个巴巴都正向力 但是它是 我们把这个 白色的重力 分解成 两个红色的力 分解成 红色 两个力 你知道分解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个力 分解成 整个力的组合 对不对 比如说我捡个力 好了 这个力 可以分解成 三个力的香架 情况怎么分解 呃 我们用上 你可以来试它吗 分解成三个力哦 可是你这样 香架会等于它吗 呃 那就是 怎么去把画像 就要等它 诶 应该是 你可能说有一根 跟我们画错片 没有什么 画错片 应该它还在想 好 不知道 好 我可以这样画 我可以这样画 第一个力 第二个力 第三个力 可以 可以这样画 诶 诶 这样没有做的 没有 那它就把它移过来 我把这个点移过来这边 我把这个移下来 对 没有拼 好 这把这个力 可不可以分解成 我现在放了三个力 可不可以 好 那这个力呢 像这个力 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 就是这个力 只把它都平移而已 这是力的分解 清楚吗 那 三个力 三个力 好像不是三个力 有三个力 蛤 要相当两个 我不是说把它平移过来 我刚才讲平移过来 把它平移过来 平移过来 平移你知道意思吗 知道平移 是不是那平移有教过吧 有啊 平移你知道吗 好 我现在把 重力这个力分解成 这个方向力跟这个方向力 通常都分解成两个垂直方向 两个垂直的力 好 一个是 平行这个斜面 一个是垂直斜面 垂直斜面 垂直斜面呢 这个斜面 给它一个反最右面 向上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力呢 因为是垂直斜板 所以通常这个力 叫正向力 这正向力 假设我有摩擦系统 它就形成摩擦力了 假设没有摩擦系统 光滑的面 它就没有摩擦力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要对抗 只有红色这个向下的力 是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我今天在斜板上 假设是光滑面的话 我所施的力 都很轻松了 我想一点点力 就可以把它推动了 我就可以把它推动 一点点力 就可以把它推动了 所以是不是变成省力装置 对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看到 有人在搬物体 搬东西 到斜坡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人家搬家公司 他便货车 他就用斜板 上面是滚轮 然后把物体 一个一个这样推上去 一个物体这样推上去 他推就只要一点点力量 他只要推 这个力的 这个斜方向的分力就好 就算就是有100公斤 我这样推很较 20公斤可以推动 可是这样想 诶 那这样子不是很省啊 我为什么都不能这样做 请问我从下面推到上面去 我手套的弓 跟我直接从这边搬上去 手套的弓一不一样 一样 一样 一样啦 你看我力量虽然变小 可是我走的距离还这么长 变长吧 可是我如果从这边直接抬起来 我是不是高度只要 比较短的高度就可以抬起来 对 那我就换算他的 我们讲的能量是什么 能量 手套的能量 或是我们所做的弓 是在你什么 是在F 身上D 对不对 在这边 我把它抬起来 是不是用的是Mg 乘上D 第一讲就是这个高度 用了这么多 可是我换成这个 我的力量就好像变小了 可是我手距离变长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们学过三角度的话 实际上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并没有省能 很量不会节省 我们当晚在做装置来讲 做一些机器的时候 只会省力 不会省能 是 不是 不是 你推的距离是变短了 但是可能真的没有什么 但是距离是变短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距离吗 对 这距离是变长了 不是啊 我从这边拿起来 就是拿起来 可是我从这边推比较长的距离 对啊 可是你把那个东西 遇到那里的时候 你要经过那个点 经过哪个点 那个鞋面最下面的那边 是 从这边开始 对 所以说你的距离是变短 但是能可能真的没事 因为你推了一段情形 比较轻松的 我没有听懂一点 我知道 可能原本有问题在这边 对 然后这样推到这边再推长 OK OK 通常这个方向 从这边 推到这边来讲 我们会说它不耗工啊 不耗工 因为它是平行移动 但是你才是要施力 假设是摩擦力是0的时候 是没有施力的 我们现在通常自己的idea 可以就是摩擦幽影的时候 来考虑 摩擦力是0 就不会耗 就不会耗 就不会耗能 你不耗能 摩擦力是0 你几乎 它有水平方克的速度 它就开始移动了 就让它的速度再慢 它就移动了 是不是 OK 好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石油厂 它用在哪里 像这一堂石油厂 就是 不是用在搬运东西 像这一堂石油厂 就是螺 螺丝 或者是 汽水瓶的 保特瓶的盖子 甚至任何螺纹 都是这种鞋面的意思 你把这个鞋面转开 是不是它就是相当于是一条线 一个鞋面 对 你在旋转它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把力量 从鞋面的方向的施力 转换成向下的施的力 对 对不对 我比如想把它盖紧 我所施的力 我是不是只要在这里给点冰就好了 嗯 可是我做的用力 是不是 是垂直向下的 对 我在锁个螺丝钉 跟打个钉子 我比如想把钉子打进木板里面 我是会拿铁垂 很用力的销 对 可是我如果这是一个有罗牙的一个螺丝钉 然后旋转它就进去了 嗯 我是旋转久一点 但是它是进去的 我所施的力 都拿铁垂的力 谁比较大 嗯 你这样就是 就铁垂比较耗力 还是螺丝钉比较耗力 铁垂比较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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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螺丝 我转换成鞋面之后 我可以有心中的 就把它旋进去了 嗯 比较耗死 比较耗死 没有都比较耗死 省力费死 省力费死 这是鞋面最常用的装置 就是这样 OK 所以 嗯 斜坡的好处跟坏处就是 都是省力费死 省力费死 不好的地方就是费死 你要划比较长的时间 好 丢一个铁垂 半 可能两下就进去了 螺丝钉要锁很久 要锁很久 要锁久的时间 好不好 好 可是螺丝的风险比较强 螺丝的风险比较强 对 铁定一开始打歪了 打到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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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打歪了 那是经验嘛 那是必须付出代价 所以鞋面如何省力 这个要怎么省 省力是因为 我们把所需要的力 分成鞋面跟垂直鞋面的力 所以我们只要对抗 然后底下的正常力 对 只要对抗平衡于鞋面的力而已 对 你把这个力 你看 这是个鞋面 我把一个力 分成锤子鞋面 跟平衡鞋面的力 锤子鞋面的力 我不需要去抵抗它 因为它有鞋面来抵抗它的 我只要抵抗的是 平衡鞋面的力就好 所以这时候有省力 我只要对抗一点的力而已 那所以假设 是这样的鞋面比较省力呢 还这样的鞋面比较省力 是比较斜的比较省力 你比较不斜的比较省力 不斜的比较省力嘛 缺点呢 就耗更多的时间了 你要走更远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去买罗亚也会有分 你去买螺丝的时候 在机械来讲 这叫pitch 这个距离啊 每一转一圈 它有前进的距离就是pitch pitch 所以你买螺丝 我要买2mm的 pitch是2mm 或pitch是1mm的 结果就不一样 转一圈 它进去1mm 或转一千进去2mm 谁比较省力 转一千进去1mm 跟转一千进去2mm 谁比较省力 转一千进去1mm 1mm比较省力嘛 也就是说假设这长度是 15mm的话 你要转几圈 要转15圈嘛 所以如果是用那个机器来做 做这个的话 所以用整理的越好 越是把 sense的越好 用机器来 不一定啊 你看你力气够不够啊 蛤 你力气够不够啊 不是我说用机器啊 机器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电磚之类的东西 所以 还是不一样啊 你的电磚的电磚很有力气 假设很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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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省时比较好 它是能量还是熟的吗 对啊 能量是熟的啊 它只是 时间比较熟的 我跟妳讲 我如果是 如果是我要买机器 我不要省力 因为机器的速度很快啊 所以我要省力 为什么 你要 除了搭力 你的机器可能这么搭力 你光拿就很辛苦 对 所以我在 我在锁螺丝机 我一定要给它省力 我只要一点点力 就可以动不够 我用 就好了嘛 应该说 这个机器 它可以用两种伏式机 然后一个是省力 一个是省力的 那你会挑哪一个 我会挑省力的 就是这个机器 两种都可以用 对 所以就是同样 同样调进去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比较省力的时候 你比较这个螺丝 是需要比较大力的机器 你的工天就坏掉了 你的设备就坏掉了 因为它功率很大嘛 你不好控制啊 你不想太用力 支 它就硬锁进去 把你的设备给锁坏了 那个螺丫 螺丫就会 螺丫就会放掉了 那个螺丫就会放掉了 所以通常你不需要说 你的设备 你的在锁装的时候 你的工具是很大一的 你的工具的能量很大 你容易把你损坏 比如我今天在 在敲螺丝钉 我用力敲 我如果没敲准 我只把旁边敲好了 嗯 所以不但是只敲 这个问题啊 假如我要把它敲 我就应该慢慢敲 慢慢敲 慢慢敲才敲得漂亮 不会把旁边敲坏 不容易把旁边敲坏 对不对 所以的速度都会有影响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 就 有 我把刚刚那样学的讨论完了 好不好 好吧 那生活中曾经许多螺串 都不知道是不许多两个例子 说明的螺串 都不知道是不许多两个例子 那个就是 一定要两个 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啊 要写哪两个 我怎么知道哪写哪两个 想想看啊 我不知道 刚才是讲哪个 我刚刚已经讲